停车场的时候有句话叫 人往高处走 车往后处溜 自动驻车 上坡辅助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防溜车的 但具体怎么用还是有区别 今天实拍看视频一边看一边讲 点个赞支持我一下 我们自己说你也不用花钱对吧 先来讲这个自动驻车 这台2010年左右的德西车 挺早了 它就已经有这个配置了 自动驻车一般是有个按键开关的 要用的时候中控台上这个A 字母A按一下 有些车子是Auto H 全程Auto Hold 那打开之后红绿灯 你刹车停下来 车子就自动帮我们踩住刹车了 脚就可以从刹车踏板上放下来休息了 绿灯只要轻踩一下油门 刹车状态解除了 就可以正常往前走 不过打开了自动驻车之后 又碰到了低速如行 要走走停停的话 有的车子它就不是很好用 要手动关掉它 你比如说碰到堵车 蹚一点停停 蹚一点停停 或者你倒车入库的这种时候 本来踩刹车控制就还行 打开驻车自动反而不会用了 是不是 体验更好呢有些车型自动驻车 它改进了一下 停车后再深踩一脚刹车 它才会触发这个功能 起步也是正常踩油门就可以了 这种用起来更加舒服一点 像是奔驰 保时捷 蔚来 这些车型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那个上坡辅助就不一样了 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自己主动开取的 你比如说地下车库 你往往上面开 你脚松掉刹车去踩油门的时候 车子会自动帮我们把车子刹一下的 这样就不会溜车了 起步的时候轻踩油门 是不会解除刹车的 是要把油门踩深一点 直到驱动的这个力 往前往上的那个力 要大于往后往下溜车的这个力 它才会解除刹车的 这样就是一次完美的坡起了 有的朋友呢 以前开机器手刹的这个车子 拉一下的就这么干的 先踩油门到一定的转速 然后再送掉手刹 再上去原理是一样的 现在无非是电脑 帮我们更精准的操作掉 也更方便 那除了上坡辅助之外 还有一个陡坡缓降功能 很多朋友也不了解的 下坡们他自己下去好了 怎么还有个缓降干什么用呢 怎么怕我杀不住还怎么的 其实我之前视频有讲过 点我的头像进主页 搜索关键词 陡坡现成视频 马上就可以看